伴你读书,共享静谧好时光 欢迎来到微读时光 为您分享贾瓶蛙的文章 茶室 以茶闹出过许多事来 我的家乡不产茶 人渴了就都喝生水 生水是用泉盛着的 冬天里泉口白腾腾冒热气 夏季里水泉凉得渗涯 大人们在卖场上忙活 派我反反复复地用瓦罐 去泉里提水 何必了 用凹袖子擦着嘴 一起说 咱这水咋这么甜呢 城口核桃树旁的四合院里 住着阿花 她那时小 脖子上总生肺子 在泉的洗衣池中洗脖子 蜜而长的头发 就免不了进了水面 我想去帮她 却有些不敢 拿树叶叠成小斗摇水喝 一眼一眼看她 王伯家的狗也来泉里喝水 就将我的瓦罐撞碎了 我气得打狗 也对阿花说 你陪我 你陪我 阿花说 我陪你什么 是我撞碎了你的罐子吗 后来阿花大了 我每日都想能见到她 见到了 却囧得想赶紧逃走 逃到必人处就又发恨 自己扇自己耳光 阿花的一个亲戚 在关中平原 我们称山外人的 她突然来到阿花家 村人都在议论 小伙子是来阿花家提美了 这事是我打击很大 但我不敢去问阿花 刺激要报复那山外的人 山外没有核桃 我们摘了青皮核桃让她吃 她以为任何果子都是肉包盒 当下就啃了一口 锁得舌头吐出来 又在她钻进水茅房大便的时候 拿了石头 往尿轿子里一丢 弄了她一身的肮脏 她一嘴黄牙 这是我们最瞧不上的 她说他们那的水盐减重 胃苦 没有山里的水田 她说这话时 样子很老实 让我好生得意 可是第二天 我从泉里提了一大桶凉水 往卖场送的时候 她看见了 却说 你们不喝茶呀 我说这儿不产茶 她说 我们山外吃饭就吃蒸馍 渴了要喝茶的 她的话把我掖住了 晚上四来想去 觉得窝火 天明的时候 突然想出了一句对付的话 山外的水苦 采用茶车味脸 我们这儿水田 用得着泡茶吗 中午要把这话 对她说 但没有寻找她 碰着小三 小三说 你知道不 山外黄牙走了 早上坐车回去了 我兴奋 她终于走了 却遗憾 没法想了一夜的话 当面回顶她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我从家乡到了西安上大学 西安的水不苦 但也不甜 我开始喝开水 仍没有喝茶的历史 暑假里回老家 父亲也从外地的学校回来 傍晚 本家的几位博叔堂兄来聊天 父亲对娘说 稍息煎水吧 水烧开了 他却在一只特别大的糖瓷缸里 泡起了茶 父亲喝茶 这是我以前并不晓得的 或许他是在学校里喝 但把茶拿回家来喝 这是第一次 博叔堂兄们都说 喝茶呀 这可是工家人的事 茶叶干燥燥的 闻着有一股花香味 开水一冲 就泛了暗红颜色 这便是我喝到的头口茶 感觉并不好 而且博叔堂兄们 也刺牙咧嘴 但是 那天的茶缸 蓄了四次水 毕竟喝茶 是一种身份地位的待遇 父亲待过几天 就往学校去了 剩下的茶 娘包起来 放在柜里 那一年大汗 自留地里的茄子 辣子 汗得发蔫儿 我和弟弟从河里挑水去浇 一下午挑了数十弹 累得几乎要趴在地上 一回家 弟弟就说 咱为劳为劳自己吧 于是取了茶来泡了喝 剩下的茶 就这么每天寻理由 为劳着喝了 再上了饮 茶却没有了 因为所见到的茶叶 模样极像干碧麻叶末 或干芝麻叶末 我们就弄了些干碧麻叶 揉碎了用开水泡 麻的舌头都硬了 又试着泡芝麻叶 倒没有乖味道 但毕竟喝过半杯 就不想再喝了 在大学读书了三年 书上关于茶的描述很多 我却再没有喝过茶 真正的接触茶 则是参加工作后 那时的办公室里 大家各自有个办公桌 办公桌的抽屉是加了锁的 每人的面前 有一支烟灰缸和一支茶杯 开水是共同的 热水瓶里没水了 他们就喊 小贾 小贾 瓶里怎么没水了 我提了瓶就去开水房打水 水打了回来 各自从抽屉里取了茶叶 捏那么一点放在杯里 抽屉又锁上了 再是各自泡水喝 大家是互不让茶的 有一天 办公室只有我和老赵 老赵喝茶 是半缸子茶叶 半缸子水 缸子里的茶垢 已经厚得像刷了生漆 他冲了一杯 说 你喝茶不 我说我没茶 他给我捏了一点 我冲泡了喝起来 他告诉我 谁喝的是铁观音茶 谁喝的是茉莉花茶 谁又是八宝茶 该是有嘟囔 谁个最没意思 自己舍不得买茶 却爱喝茶 总是占他的便宜 我听了心里就发寒 他一定要记着 今日给过我茶叶的事的 正是因为 有了要还他茶叶的念头 也考虑了 别人都喝茶 我喝白开水 显得寒酸的缘故 在月初发心时 我咬咬牙 从39元的工资里 取出两元钱 买了一桶茶 首先让老赵喝了一次 就是这一桶茶 使我从此离不开了茶 好多年间 我已经是很标准的 办公室人员的形象了 准时上班 拖地擦桌子 然后泡一缸茶 吸一支烟 翻天覆地的看报纸 先后喝过的是花茶 砖茶 八宝茶 脑子里面 有新茶 陈茶的概念 只讲究 浓茶和淡茶 也知道 空腹不要喝茶 喝了心发慌 晚上不要喝浓茶 喝了失眠 隔夜茶不要喝 茶购不要洗 唯一 与办公室别的统治 不一样的 是喝八宝茶时 得取出里面的枸杞 枸杞容易上火 老赵就说 给我给我 他把三四粒枸杞 丢进口里嚼 说 这可是好东西了呀 那年月 干部常常要下乡 我从事的是 出版社的编辑工作 要了解各县的 文艺创作状况 就在苹果 仅仅只有核桃般大的时间 去一个县上 县委宣传部的一个干事 接待了我 正是星期六 他要回家 安排我夜里 睡在他办公 兼卧室的房间里 临走时 给了我去造上吃饭的饭票 又叮咛 要喝水 去水房开水炉那灌 茶叶就在第二个抽屉里 夜里 宣传部的小院里 寂静无人 我看了一会儿书 觉得无聊 出来摘院子里的青苹果吃 酸得牙根疼 就泡了他的茶盒 茶只有半盒茶 形状小小的 似乎有着白绒毛 我初以为这茶没了 冲了一杯 杯面上就起一层白气 悠悠散开 一种清香味就钻进了口鼻 待端起杯再看时 杯底的茶叶已经舒展 鲜鲜活活如在枝头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茶叶 喝起来是那么的顺口 我一下子就喝完了 再续了水 又再续了水 只喝下三杯 而上饭了细汗 只觉慕名神清 口齿间长长久久地 留着一种爽味 第二天 一早起来我又泡了一杯 到了中午 又泡了一杯 眼见得茶盒里的茶 剩下不多 但我控制不了欲望 天黑时 主人还没有返回 我又泡了一杯 茶盒里的茶所剩无几了 我才担心起主人回来后 怎么看待我 就决定 再不能在这里待下去 将门钥匙交给了门房 去街上旅社去睡 第二天一早 则搭车去了林县 那么干事 到底是星期天的傍晚返回的 还是第二天的黎明返回 我至今不知 他返回后 发现茶叶几近全无 是暗自笑了 还是一腔怨恨 我也不知 我只是十几天后 回到西安 给他去了一信 表示了对他接待的感激 其中有句 你的茶真好 避免了当面见他的尴尬 屋子坐在案前 满脸都是烫烧 贼一样喝过了自觉是平生最好的茶 我不敢面对主人 却四处给人排说 听讲的人便说 我喝过的那一定是闪清 因为那个县 聚产茶区很近 又因为是县尾的人 能得到闪清中的上品 也可能是新茶 于是 我知道了所谓的闪清 就是产于陕西南部的清茶 陕西南部包括汉中 安康 商洛 而产茶最多的是安康 我大学的同学在安康有好几位 并且那里还有我熟悉的几个文学作者 我开始给他们写信 明目张胆的所会 骂他们 为什么每次来西安 不给我送些闪清呢 说我现在要做君子呀 宁可三日无肉 不能一赏无茶呀 结果 一包两包的茶叶 从安康烧来 虽每次不多 却也不断 但都不是闪清中的上品 没有我在宣传干事那喝到的好 再差的闪清 毕竟是闪清 喝得多了 档次再降不下来 才醒悟 真正的茶 是原本色味的 以前喝过的花茶 胡茶 皆为茶汁不好 用别的味道来调剂 而似乎很豪华的 流行于干 清 凝一带的八宝茶 实在是那里不产茶 才沉茶变着发来喝罢了 从此以后 花茶是不能入口了 宁喝白开水 也不再喝八宝茶 每季的衣着是十分简陋 每日的饭菜也极粗糙 但茶必须是闪南清茶 在生活水平还普遍低下的年月里 我感觉我已经有点贵族的味道了 当我成了作家 可以天南海北走遍 喝的茶品种就多了 比如在杭州喝龙井茶 在厦门喝铁观音茶 在成都喝峨梅茶 在云南喝普尔茶 在合肥喝黄山茶 有的茶价五百元一斤 有的甚至两千元 这些茶叶也真好 多少买了回来 味道却就不一样了 莫了还是觉得 闪南清茶好 说实在的 闪清的制作很粗 茶的形状不好 包装也简陋 但它的味重 醇厚 合于我的口舌和肠胃 这或许是我推崇的原因吧 为了能及时喝到闪清 喝到新鲜的闪清 我是常去安康的 而姐姐交了一批 新的安康的朋友 以致有了一位叫 谭宗林的 专门在那里为我弄茶 谭先生因工作的缘故 有时间往安康各线跑 又常来西安 他总是在谷雨前后 就去了茶农家购买茶叶 及时烧来 可以说 我每年是西安 最早喝到新闪清的人 在谭先生烧了半斤 一斤 还潮潮的新茶 在西安火车站 一给我打电话 我便立即通知一帮朋友 快来我家 我是诉不请人去吃饭的 要人品茶却是尝试 那一日 众朋友必喝得神清气爽 思维敏捷 妙语叠出 似乎都成了君子雅氏 谭先生烧过了谷雨茶 一道清明 他就会在茶农家 几十斤的采购上等清茶 我将小部分分给周围的人 大部分包装好 存放于专门购置的大冰柜里 可以共一年享用了 朋友们都知道 我家有好茶叶 隔三差五就吆喝着来 可以说 我的茶客是非常多的 我也和谭先生 数次参加一些城里的 茶社庆典活动 西安城中的大小茶社 没有我未去过的 为茶社提写店名 编撰对联 书写条幅 为了茶 我愿意这般做 全部顾了斯文和尊严 我和谭先生也跑过安康许多茶厂 人家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平日昔末如今 任何人来锁字 都必要出重金购买 却主动要为茶厂留言 结果人家把我提写的条幅 印在茶袋上 茶盒上 满世界销售 明明是侵犯了我的权益 又无故遭到万人说 我拿了多少广告费 人是不敢有缺点的 我太适茶贪茶 也只有五话可说 人的一生要交结众多朋友 朋友是走一批来一批的 而最能长久的 是以茶为友的人 我不搭食肉 十几年前 因病戒了酒后 只喜欢吸烟喝茶 过得是有茶清待客 五世乱翻书的日子 每当泡一杯闪清在家 看着茶叶鲜鲜活活的可爱 什么时候都觉得 面对了春天 贫享着春天 茶叶长长就喝完了 我在门上贴了字条 送礼不要送别的 可以送茶 但几少有送茶来的 来的都是些要喝我茶的人 这时候我就想起唐代 快马加鞭 昼夜不停 从南宁往长安送荔枝的故事 可惜我不是那个杨贵妃 也不知谭先生现在在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